最新一集的斗罗大陆已经更新完毕 史莱克战队在轻松击败巴拉克战队之后 很快进入到下一轮的比试 随之而来的是更加强大的吃火战队 吃火战队此前输给过史莱克战队 因此吃火战队耿耿于怀 早就做好了准备 想击败史莱克为自己洗刷耻辱 不过史莱克战队可不会给敌人留机会 史莱克第一个出场的就是唐三 没错 大师派出唐三就是想快速的解决战斗 以免夜长梦多 唐三的战斗力大家也是有目共睹 类似吃火学院派出了队长火无双 火无双借鉴第一次战斗的经验 知道唐三的蓝银槽火免 因此将火改成了爆炸 不过即使是这样 唐三还是有招应对火无双 控鹤秦龙一出手 就让火无双找不到攻击的对象 只能干着急 最终唐三利用比赛规则 快速的击败了吃火学院 吃火战队的队长被拿下之后 吃火先后派出了五位队员 不过都被唐三一一击败 这个时候唐三一个人 就击败了吃火战队的六位成员 只剩最后一位火无 难道唐三要一川七 场外的观众无不纷纷猜测 一川七就代表着全军覆没 算是比较惨了 吃火战队作为传统老牌强队 竟然被史莱克战队打敌全军覆没 如果是 这个污点恐怕要洗不清了 幸亏火无早已有了觉悟 抱着必死的心态准备和唐三同归于尽 为了救人 也为了能够终止比赛 唐三选择了替火无挡下容缓技能 唐三最终输了 吃火战队也避免了全军覆没的危机 在这之后 火无选择七赛 史莱克战队最终拿下比赛 如果这场比赛 火无输了 真的成了一川七 结局会如何呢 结局对史莱克来说是有利的 但是对吃火学院来说 就是毁灭性的 吃火学院一直是五大元素战队之一 也是传统的老牌强队 却被一个小学院打敌全军覆没 恐怕不仅五大元素之一学院的招牌会被拿掉 连他们的宗门也要并能修炼了吧 最可怕的是 这件事会被其他战队拿来议论嘲笑 甚至排挤 其他战队可不是什么友好的学院 找到机会就会拼命的打压挖裤比自己惨的战队 也难怪早已淘汰的向甲战队队长胡言利在说 输可以 但是这也输得太难看了 难看 就是所属宗门的门面不保 也会导致宗门失忆 最新一级的斗罗大陆已经更新完毕 史莱克战队在轻松击败巴拉克战队之后 很快进入到下一轮的比试 随之而来的是更加强大的吃火战队 吃火战队此前输给过史莱克战队 因此吃火战队耿耿于怀 早就做好了准备 想击败史莱克为自己洗刷耻辱 不过史莱克战队可不会给敌人留机会 史莱克第一个出场的就是唐三 没错 大师派出唐三就是想快速的解决战斗 以免夜长梦多 唐三的战斗力大家也是有目共睹 为此吃火学院派出了队长火无双 火无双借鉴第一次战斗的经验 知道唐三的蓝银槽火免 因此将火改成了爆炸 不过即使是这样 唐三还是有招应对火无双 控鹤秦龙一出手 就让火无双找不到攻击的对象 只能干着急 最终唐三利用比赛规则 快速的击败了吃火学院 吃火战队的队长被拿下之后 吃火先后派出了五位队员 不过都被唐三一一击败 这个时候唐三一个人就击败了吃火战队的六位成员 只剩最后一位火无 难道唐三要一川七 场外的观众无不纷纷猜测 一川七就代表着全军覆没 算是比较惨了 吃火战队作为传统老牌强队 竟然被史莱克战队打敌全军覆没 如果是 这个污点恐怕要洗不清了 幸亏火无早已有了觉悟 抱着逼死的心态准备和唐三同归于尽 为了救人 也为了能够终止比赛 唐三选择了替火无挡下容缓技能 唐三最终输了 吃火战队也避免了全军覆没的危机 在这之后 火无选择七赛 史莱克战队最终拿下比赛 如果这场比赛 火无输了 真的成了一川七 结局会如何呢 结局对史莱克来说是有利的 但是对吃火学院来说 就是毁灭性的 吃火学院一直是五大元素战队之一 也是传统的老牌强队 却被一个小学院打敌全军覆没 恐怕不仅五大元素之一学院的招牌会被拿掉 连他们的宗美也要并能修炼了吧 最可怕的是 这件事会被其他战队拿来议论嘲笑 甚至排挤 其他战队可不是什么友好的学院 找到机会就会拼命的打压挖裤比自己惨的战队 也难怪早已淘汰的向甲战队队长忽言利在说 输可以 但是这也输得太难看了 难看 就是所属宗美的门面不保 也会导致宗美失忆